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CSS的样式继承 有朋友可能会很诧异 你是不是写错了 怎么CSS的样式单还能够继承 我也不是渣了 我也不是编程语言 怎么还能够继承 对 CSS的样式单 它也能够继承 该怎么理解 就是今天我给您的主题内容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CSS样式的父子继承 看到没有 它能够继承 该怎么做 咱们看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 首先这个是一个 咱们以前一直在用了 很多遍的HTML 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个地方 咱们把样式单外置 然后有一个H1 有一个P 没有问题吧 和以前完全一样 然后咱们对他进行着色 该怎么着色 看我的这个styleCSS 大家看 在这个CSS里面 我只是对body 这个tag进行了一个样式的负值 负的什么值 注意看 第一 Color Red 颜色为红色 第二 Boulder Boulder 咱们应该知道是什么 是我给tag呢 进行一个边框线的负值 我可以设置它的粗细 设置它的样式 设置它的颜色 都可以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通过这个样式单 我给咱们这个网页的body的tag 进行了负值 负了一个颜色 还负了一个边框线 这个边框线呢 是三个像素的宽 然后呢 是绿色 然后呢 是这个实现 没问题吧 咱们先马上运行 看一下我的这个样式单的实际运行效果 Go 试一下 今天我一定给您讲明白 什么叫做继承 我一定给您讲明白 好 咱们试试 拷贝过来 好 咱们先到这为止 先运行 看一下没有样式单的网页显示效果 这是我的个人主义 稍等 好 咱们试试 今天是第五课 Index Go 大家看 没有任何样式单的对不对 这是默认的browser 浏览器的样式 好 接下来 咱们定义出来 我的style 然后这个style的里面 仅仅有一个给body进行样式设置的代码 把它拷贝过来 好 我运行 咱们看一下 注意看 F5刷新 Go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看什么 我给body进行了复制 一个是附颜色红 一个是边线绿 对不对 好 咱们回到代码阶段 大家请看 我body 我给它复制 但是 网页中红的这些个字体 可不是body 是body下的tag he和p 对不对 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 body的样式 被它的子tag he和p 继承下来了 对吧 所以你看到的是红色的字体 但是注意 注意什么 我body 可不光是有颜色 我还有边框 对不对 好 咱们看这边框 咱们看一下这个简证 这个边框线 大家注意看 仅仅body有 我下面的h1 跟我的p 有边框线吗 有没有 没有 说明什么 说明 body的样式里面的color属性 被它的子tag继承了 但是它的边框线 却没有被它的子tag继承 我这么说 能明白吗 好 咱们回来看我的代码 看我的注释 color等于红 大家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属性是可继承 boulder 这个属性是不可继承 我这都写出来了 有朋友说 那我怎么知道 哪些个属性可继承 哪些个属性不可继承呢 其实它的网站 官网都给您说的很明白 咱们看一下 color被继承 boulder没有被继承 为什么 咱们先看它的官网 我这口味一下 咱们先看color 看这个color属性 go 大家注意看 咱们进入它的官网 然后呢 这个是color属性的描述 咱们往下走 大家看这个位置 注意看 睁大眼睛 是否是 这个翻译得不太好 是否是继承属性 咱们说这个属性 是否可以被继承 就可以了 这么理解 它写的什么 yes 也就是说 color 这不color吗 这不color吗 color 这个属性 是可以被它的子 tag所继承的 没有问题吧 我不用再重复了吧 OK 接下来 咱们再看一下border 看下border这个属性 拷贝一下 go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border吧 针对border的讲解 咱们往下看 接着找啊 大家看这位置 是否可继承呢 否 说明什么 说明border属性 它不能够 不能够被它的子tag所继承 它的官网写的是清清楚楚 那么咱们看 我呢 border属性 附的是body 对不对 所以说只有body 大家看这个位置 能看到吗 我的网页的右边 这个位置 它是有border属性的 但是我的h1跟p 却没有继承它 这就是tag属性的继承与否 没有问题吧 OK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我就想继承怎么办 你不过是不让我继承吗 有没有可以继承的方法 当然有 就是下面的内容 大家请看 叫做强制继承 怎么写 看啊 比如说我要对h1 这个子tag进行强制继承的话 咱们就这么写 大家注意看 我为h1设一个border 等于inherit 这样的话 h1这个tag 就能够去继承 它上面tag的border属性 我说明白了吧 再说一遍啊 我这样写的话 就能够让h1这个tag 去继承它负tag里面的border属性 为什么 因为border让它等于了inherit 怎么办 运行 试一下 看效果 go 我把它拿到咱们的style里边 放过来 注意看 我放了可是h1 对吧 这样的话 h1就能够继承 它的f tag里面的border属性 试一下 go 注意看 f5刷新 大家看 css入门讲解 这是不是h1 这h1大家看 是不是增加了一个边框 说明什么 说明它继承了f body里面的border属性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看右边 继承了吧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css是否可以继承 继承某些属性的具体的知识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css本身是可以继承 但是它不是所有的属性都能继承 属性可否继承 您去看它的官网 如果您要想强制继承的话 需要像我刚才这样写一个inherit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关于css属性样式继承的知识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您可以去敲代码试一下 好吧 我的代码也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成为优客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